接着到部分 学生原来可以投稿 可以将自己想讲的内容 透过一些电子的方式 和多媒体的档案发给学校 即是Mr. Lee 因为他负责Incharge出版工作 部分部分部分 学生交稿的时候 他们用了HTML 即是网页 Hypertext Markup Language 提告要列出两个原因去支持 用HTML格式 投稿给E-Newsletter 但第一件事我们先搞清楚 其实HTML和Multimedia files 是两件事 HTML就是网页格式 Multimedia是多媒体 即包括声音、图片、video、动画的档案 当然HTML是一个网页 有机会包含了Multimedia的档案 因为网页有图片、声音、video 但HTML还有其他东西 例如他可以插一个Table 将资料有系统的Present出来 另外又可以插Hyperlink 令到Document有互动的功能 另外因为HTML 提供很多Format的Features 一个人投稿的时候 可以设定一些Format 比如标题应该怎样设定呢? 这样他可以有自己的设定 而这个负责Mr.Lee 可能只需要做少少修改 基本上这个Newsletter 已经可以出街了 最后网页格式 因为他本身是一个Cross Platform的设计 无论Windows、MacOS、IOS、Android 或者Linux 都可以开网页来看 所以这里有些落分重点 Hyperlink能够令到E Newsletter 接着Layout 可以由投稿的学生去设定 然后Mr.Lee中央可以做少些 只要事先把Layout規格 告诉投稿的学生 他们就懂得用HTML 去进行投稿 但留意这个Layout的选项 并没有出现在 考评局的官方答案 接着HTML是Cross Platform 就是什么机器 都可以开到E Newsletter 另外考评局 还有第四个答案 就是说学生可以用很多不同的Creation Tools 去整一个网页出来 不过我自己个人意见 就觉得这个 所以有很多Creation Tools 就比较牵强的 因为其实无论你用什么格式 今时今日已经有很多的选择 很多的工具 都给你制造任何一个档格式 举个例子 假设这个不是HTML 而要学生交PDF 那一样有很多工具可以制造PDF 所以我个人对这个答案都是有些保留 好 Part B 2 Mr.Lin鼓励学生 他们交档案的时候 交Wave的Audio化方式 就比较其他常用的声音格式 例如MP3 为什么呢 留意我们按我们的Common Sense 其实这个题目的讲法 都有一些古怪的 因为用Wave Wave格式基本上是一个Uncompress的格式 即是一个File Size 是会很大的 如果学生交稿的时候 Upload的时间肯定是长一点的了 Download的时间当然也长一点 因为它是一个Uncompress的Audio化方式 换过来说 File Size大 都要继续用它 为什么呢 我们也要为这件事 为一个比较特别的理由 因为常用的Audio File Format 通常会用MP3 或者N4A 我们想这个方法 其实都可以按这里的特征去想 Uncompress File Size大 没有压缩 究竟我们赚了什么 虧了什么 虧了很明显的了 虧了Upload、Download时间 因为File Size大 那么我们赚了什么呢 通常赚了什么呢 就是一个Y 很明显 Uncompress 我们就赚了Quality 是声音的Quality 基本上是不会有Loss的 另外当年 我觉得了答案 就是它是比较容易 Edit 即是它是Wave格式 十年前都勉强觉得通 因为那时候 可能没有那么多 MP3、N4A的声音的Editor 但现在 基本上这个Point 都不太成立 基本上 只要它是popular的Audio File Format 你都会有一大堆的Audio Editing Tools 好 Part B3 那些学生投稿的时候 他们就交一些AVI的Video Files 而Mr. Lee 他发觉他就不能播放部分的AVI档案 为什么呢 首先AVI档案 基本上都是一个Uncompress的格式 即是好像Wave那样的 没有压缩 所以AVI的Video档案 File Size是相当大 但这样并不代表AVI档 是没有Codec 它可以有的 而所谓的Codec 其实它是一个Program 或者一个装置 可以将DataStream 或者Signal 进行Encode編码 变成一个档案 例如AVI 而当你想看Video的时候 亦都用回相同的Codec 将VideoDecode解码 变回Video的讯号 而不是你开不了Video来看原因 很大机会是因为 它没有装回相应的Codec 在它的电脑里 它就没有办法将Video 进行解码Decode 留意Codec的概念 和Compression 是很容易混淆的 因为Codec 它可以做Compression 亦都可以不做Compression 举个例 AVI的Codec 一般来说 都是没有做Compression 所以AVI 是Uncompress的 但是留意 有些Codec 当它进行Encode的时候 它是有将Video 进行压缩的 有Compression 基本上Encode 編码这个动作 所有Video 都一定会做的东西 Codec必须有 但是有没有压缩 就视乎Codec的设计了 当然这段压缩的Video 当你想它看的时候 你都需要进行Decode 但是某程度上 这个亦都好像Decompression